神的话语 贴萨诺里加前书五章 十六 十七 十八节 可以说这是世界福音化珍贵的方法 贴萨诺里加前书五章 十六 十七 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颂读一下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阿们 哈利路亚 每当周五传道学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唱赞美 也同样持定话语 一起祷告 拥有这样珍贵的时间 将来2023年的时候 周五我们想要更加对这一天做一些企划 实际上种植者也可以聚在一起 我们的圆满特也可以聚在一起 还有传道会或者说主教 主日学校的聚会也在周五能够去进行 然后周五的时候真的能够去为了礼拜 可以去集中做准备的时间 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圣灵的力量 得属灵的力量 才能够准备一万圣徒这样的部分 所以我们也在准备这样的部分 希望大家为此而祷告 特别是周五传道学 每次大家能够参加的时候 每次赞美的时候 真的属灵的部分 还有甚至于肉身的部分 都能够得一致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想到 这样珍贵的一致的祝福时刻 年轻的人在前面做赞美引导的时候 你们不要想到 只是年轻人在前面做 什么我就看一看而已 而是要一起参与到这里面 我看我们教会里面这些年长的人 他们也是不是说年纪大的 所以在这里面很难看 没有办法参与 而是真的一起参与到这里面 有很多的恩典 希望大家尽情地参与 能够尽情地得更多的恩典 真的我们在赞美的时刻里面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黑暗都能够退去 能够恢复神赐给的力量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去体验 这样珍贵的力量的赐给 真的周五的时间是如此的珍贵 所以愿责民 祝愿各位能够享受 这样珍贵的时刻 刚才跟大家讲过这个部分 将来我们在周五传道学 这个时间的时候 各传道会的这些 你们各个部分 各个机关 还有主持学校的各个部门 你们出来要去唱赞美 然后又整体一起唱赞美 还有希望能够有一个 就是专门在话语之前 以主持学校也好 或者说某个部门 或者某个特殊的部门 或者传道协会这些部门 能够在话语之前 或者说听话语之后的 能够具备这种打过的时间 还有在这之前 能够去唱特别赞美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 因为将来我们会面临 周五周六主日 三天休息这样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们要正式地 为此而去做准备 某一方面 现在我们主持学校也是 对于这一方面 已经有了具体的准备 将来2023年的时候 以更大的应允 我们要去准备 周五周六周日的这个时代 要我们的Ramit做这样的准备 而且我们连长的一辈呢 也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向 被引导 就是比主日 你们传道会去聚会 我觉得是在周五 传道学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礼拜之前 一起去唱赞美 不是说你们 主日的时候不要聚 而是说大部分的时候 尽可能能够周五的时候聚在一起 能够去集中礼拜 希望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时间 主日进行的礼拜也是 首先呢 每一周都有各样的一些训练 就是为了能够兴起70人传道运动 所以每一周都有各样的训练 所以我想这些训练 可能应该要在小礼拜堂 那么这个大礼拜堂呢 希望大家能够在下午礼拜之后 两点到三点之间的这个时间里面 能够更加的去拥有 能够静悄悄的 能够去在自己独自的世界里面 听话语 听这样的音乐的赞美 然后能够具备默想的时间 希望这个时间能够去这样去引导 所以一些别的聚会呢 希望在别的部时里面去准备 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时代 我们一定有鼠林的力量才可以 在现场有太多的黑暗 我们真的要做鼠林的征战 所以我们主日礼拜 如果不胜利的话 绝对不可以 所以全部的时间里面 真的能够让我们能够在礼拜当中集中 所以我们要去准备这样各样的一个部分 如果这一部分能够形成的话 我想礼拜的时候 一步礼拜以我们的Ramit为中心 二步礼拜的时候以我们整体为中心 然后呢下午三步礼拜的时候 以各个连龄阶层为中心 然后慢慢的要去这样准备 反正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特别的希望大家能够 也知道大家在做一些企划 希望大家能够为此而已做更多的祷告 首先跟大家分享要去祷告的部分 元旦信息 就是明天 韩国时间上午十点和下午六点 通过直播要去进行 我们教会会把教会本堂开放 然后我们早上的十点 还有下午六点钟会在这里面看直播 其实我们一定不可措施的部分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赞美领导的牧师也说了 我们所领受的这个话语 这个话语会带领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们一年最开始的这个时间 这个宣告话语的这个时间 就是明天这个时刻 所以明天韩国时间十点下午六点 这两奖信息会在本堂里面进行直播 而且还有我们汉大教会本教会的 宋救迎新礼拜 要稍微的提前进行 本部的信息六点开始 七点半应该是会结束 所以我们明天晚上 本部的二奖信息结束之后 我们要八点半开始赞美 然后九点钟的时候要进行 宋救迎新礼拜的话语讲述 宋救迎新礼拜就是结束一年 迎接新年 因为时间的主人是神 所以我们要抄前一点 提前一点九点钟不是十二点钟 大家很高兴是吧 本来我们以前做宋救迎新礼拜的时候 就是十二点钟 正好这个终身响起的时候去做礼拜 当然这个礼拜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一年的时间 都是在主的手中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第一个时间就献给谁 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 一切献给神 我们在这样的含义当中 所以说要做迎新礼拜 我们的主是看一日如千年 他是超越时间的这位神 所以我们某一方面定时间想要去见礼拜 但是我们的神看一日如千年 看千年如一日的神 所以我们要九点钟的时候 今年这样去进行宋救迎新礼拜 然后明天在礼拜当中还有圣餐仪式 宋救迎新礼拜 当中我们要进行2023年 我们的祷告题目和奉献一起线上的时间 因为明天也要进行圣餐仪式 所以当然我们奉献的时间 有另外的一个时间 但是大家在礼拜之前 还有上一周的时候 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宋救迎新礼拜 要写的这个信封上面 有写祷告题目的这样的一个信封 你们把你们的奉献放到这个信封里面就可以 然后在整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祷告题目 然后我们的教务人员会为个人的家庭 去做这样的祷告 各位一定要在这个信封上面 写一到三个祷告题目之后 然后再把奉献放到这个信封里面 还有马上就是1月1日是主日 是2023年的第一个主日 但是没有凌晨祷告 那么这个是管家主日 管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把一切都委托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每一年每一年 受神的委托 从神那里得到这个委任 所以我们要领受我们这一年的信仰生活 所以这一周是第一周主日 我们要献上管家主日 在管家主日的这一天 那我们要在神面前做下决断 就是有宣教奉献和建筑奉献的决心 希望大家为此而祷告 然后在心里去做准备 周报上面也有这样的广告 也是今天我突然间做的一个决定 因为1月1日是新年 所以本来每一年的 每一周第一周的时候 要进行定期的财政会 就是这些知识会议 但是因为1月1日是元旦节 所以要把这个取消回到第三周进行 那么从1月3日开始呢 有我们Ramment各个部门的修炼会 冬季各样的训练 有本部各样的冬季训练 有各样的修炼会 我们教会的Ramment也好 还有负责主学的老师 在一年的开始当中 他们能够持定信息去开始 希望大家为此而祷告 让他们能够这样持定信息 开始他们的一年 因为冬季训练从1月3日开始 本来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是 新年的时候要进行两周的 特别承导 但是因为这个训练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结束春节之后呢 在下一周 要进行特别的清晨祷告 然后祷告之后 然后开始我们要进行 明年上半季的各样事工 和各样的劝查信息的开始 希望大家为这个日程行程而祷告 那么我们2023年 要正式的开启 准备二三七时代 能够拿着非会面化的战略 也要去祷告 能够在二三七时代 得这神已经预备的各样应允 刚才也跟大家讲了 真的我们现在面临着 周五周六 主日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么这个 一周休息三天这样的时代 我们在教会要准备 这样特别的体系 所以这个时代当中 最重要的这个核心点 是我们的后代 今天在话语之前呢 我看了一下 我们教会主体的小学 各样的一个报告 我们教会现在是从幼稚 从幼儿 然后慢慢的一起成长 幼儿园毕业之后呢 然后有我们教会 自体的小学 我发现 我们教会里面的小学 现在在全韩国 已经特别的有影响力 然后业院教会呢 他们也要去进行 这样的一个体系的时候 然后常常来电话 问我们教会怎么样进行 釜山的以马内里教会 然后还有首尔的 以马内里教会 当然他们都有各样的 一些小学的进行 他们虽然去四处探访 但是不管怎么样 是我们教会 现在是完全成为一个 模范一样在影响着 所以真的 我觉得这一部分 希望大家更加能够去祷告 现在我们教会有 二三期幼稚园 还有我们教会 里面自体的幼儿园 还有我们教会 自体的小学 现在我们小学当中 有41名学生 明年就开始 能够有四年级 今年申请报名的孩子 已经是14名 没有必要去招生的程度 没有必要去说 你们来我们这里上学了 已经有报名的孩子 就是确定的是14 还有一个孩子 他已经在美国 就开始报名 他是从美国要回来 就马上要给 到我们这边上学 这样的话 就是正好是14名 现在四年级是9名 9名 三年级是9名 然后二年级是10名 现在一年的话 所以想我们真的 一个多做祷告 为我们顶峰学校的老师 为我们学校的校长 真的要做很多的祷告 为我们这个学校的体系 也要真的做很多的祷告 真的希望大家能够 特别的为此而去做祷告 我们教会有30多名 然后还有别的 就是我们马可罗团体 别的教会的孩子 也来我们教会的学校上学 都是我们的孩子 是我们的后代 他们从小能够受福音的训练养育 真的是在一个时代当中 是会树立成为重要的 能够阻挡黑暗的后代 真的他们是希望 所以我看今年深情的这些学生当中 然后他们是 已经是因为家里的哥哥 或者姐姐已经在我们学校 上三年级四年级 因为他看到自己家的 哥哥姐姐在这里面上学 然后父母也看到 这个学校真的值得信赖 所以看到孩子也觉得 这受了很多的训练 所以就把自己的孩子 小孩子老二也送到我们的学校来 这真的是神重要应允的现场 所以大家也要为此而去祷告 正因如此 所以我也跟我们教会的 财政局局长也跟他们讲了 还有我们负责教会运营的 各样的委员会的长老 跟他们也讲了这样的部分 现在这个学校的办学 全部都有我们教会的财政在支援 但是这个也重要 其实重要的就是 怀抱神心愿 为神的后代去祷告 我们真的要具备这样的一个 后援团队 虽然我们教会在全员的支持着财政 但是真的 为了我们教会的这个顶峰学校 我们教会的圣徒当真的 有为这个部分去祷告的 这些圣徒或者父母 你们真的应该形成一种团队 为这个去做经济支援的团队 能够正确地培养我们后代 能够成为正确的顶峰 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希望大家能够形成这样的团队 将来当然也会通过我们教会 就是做这个经济管理的部分的人 应该会给大家做这样的正式的广告 希望大家也为此要做这样特别的祷告 特别还有一部分就是 我们教会在困难当中的这些人 神不是随便给他们困难 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个时代 能够成为正人 上周也跟大家讲了 神知道我们这一点 所以要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交托给神 神通过我们的困难 问题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世上 看到这世上 神为了让我们成为正人 所以我的困难并不是困难 神为了让我领悟这一点 所以各位真的在教会里面 属灵属肉身 各样当中有问题的部分 困难的人 希望大家能够实际得力量 得医治 在这个时代 在所有人都是在疾病跌倒的时代 能够成为正人 能够成为救活人的人 希望大家为此而祷告 今天是2022年最后一个传道学信息 上一周的信息大家还能记得吗 是崭新的检验 作为传道者一定需要崭新的检验 这是上周我们传道学的信息 我真的是否以福音开始 现在我是否在福音的开始当中 在行走的这个脚步里面呢 如果不是以福音开始 那么岁月流转 各位过一年又过一年 最后反而与福音更遥远 然后你们真的很奇怪 与神的祝福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常常我们每天要去 作为传达者要做的检验 那就是福音是以生命开始的 今天各位也是以福音生命开始的 那么这一切都一定会不断地积累 结出果实 但是再怎么样的拼命挣扎 你们的开始 如果不是福音的话 结果你们只会徒劳 只会奋斗 只是为此而痛苦了 真的是头破流血 但是绝不结出果实 所以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瞬间瞬间的选择面前 我们也是一样 真的福音生命 我们是否以这个开始呢 我们要做检验 所以上一周跟大家分享过话语 为此我们里面有要改变的 还有要丢弃的 而且还要去找到的和享受的 这都是什么呢 是通过四个福音书 四福音书 是耶稣共生亚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是关于讲福音跟生命的内容 通过四福音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 我们要丢弃的是什么 我们要找到的是什么 我们要享受的是什么呢 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部分 今天呢 我们真的为什么要改变 丢弃 寻找享受呢 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我们的结束 我们的终点是不一样的 我和各位的终点是哪里呢 某一方面来说 作为传道者 我们检验我们 我们也需要去挑战的 这就是什么呢 要挑战祷告 祷告是什么呢 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祷告是什么 你们要挑战祷告 那么祷告是什么 是神所赐的另外的世界 有再创造的另外的世界 向着这样另外的 再创造的世界挑战 叫做祷告 传道者 要向着另外的世界 再创造的世界 去挑战 这叫做祷告 开始是以福音和生命开始的话 那么某一方面说的话 你们的终点就是祷告 所以真的 各位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任何的问题当中 如果只能够祷告的话 那么就全部结束了 那么祷告是什么 是向着另外的世界 再创造的世界 去挑战 这就是祷告 所以 这一年的终点 一年的落幕 我们2023年 为了看耶和华神所行的事 所以在2022年 重要的结尾的时间当中 2022年 我们要打开 另外的祷告的眼目 对于2023年 我们一定要有祷告的挑战 才可以 帖三农人家前说 上映州的本文化 和今天的本文化 那么首先 那么首先 我们在训论当中 有一个重要的部分 首先重要的就是什么 应运的开始是什么呢 我们打告要得应运 那么应运的开始是什么呢 从你正确持定 应许开始 所以强调就是 让你们去抓住花语 强调讲台 不是随便的意思 而是我是多少程度的 正确的持定了 应运 这就是应运的开始 我持定正确的 应运的话 这里面发生的事情 就是眼睛看不见的 宝座的做工 实际上 神的国 领导 再次说明 眼睛看不见的 属灵的世界 我们就会打造 这样的世界 多少程度的 正确持定了应许 因着这个正确度 那么宝座的祝福 神国的临成就 在我里面 会兴起 惊人的 属灵世界完成 这样的时候 黑暗才能够 退去倒塌 但是在这之前 黑暗的做工 是不会倒塌的 我里面 因为属灵的世界 宝座的祝福 神的国成就 当这个程度 不一样的时候 黑暗就会倒塌 这个时候 看不见的应允 就会显明出来 但是很多的时候 人没有办法 等到的这一点 等待是个 非常重要的核心点 但是有的时候 无法等待 走到另外的歧途 只要等待就可以了 只要持续 等待就可以 那么宝座的祝福 神的国就会成就 属灵的世界 就会打造 黑暗就会完全退去 但是无法等待 却走上歧途 走另外的路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走另外的路 是因为有 要持定的另外 因为抓住了其他的 所以今天晚上 希望大家能有 重要的决断 我是否在走着 另外的歧途呢 我是不是在走着 另外的道路呢 我是不是抓住了 另外的呢 如果抓住正确的 不会走另外的路 你就能够等待 但是如果不抓住 正确的话 那你就会走 另外的道路 这是什么呢 因为你抓住其他的呀 抓住其他的呀 所以结果就输给三团体 现在就发生这样的结果呀 所以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首先训练的部分当中 我们有一个非常坚固的强远 这强远我们要靠着信心能够越过去 是什么样的强远呢 我们有这样的强远 重要的这个强远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的水准 我无法越过这样坚固的强远 很多的时候 人们信仰生活 虽然非常努力热心的信仰生活 但是在我的想法 我的水准 这样的坚固的强远当中 所以没有办法看到神的做工 就是不知不觉 抓住这些虚妄的 按照我的想法 跟我的水准去相信 信也是按照我的想法 跟我的水准去相信 相信这些虚妄的 然后无条件说 相信相信 现在就是韩国教会的一个模样 就是这样 他们说相信相信 然后这样的相信 所以建国教会却没有力量 圣徒个人也是跟教会的距离 越来越远 将来 我们通过周五周六主日 这样的时代 我们不把却没有打造成 福音的精英的话 绝对不可以 一说精英的话 你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距离感 不是说让你们考试得第一 能够拿什么资格证 而是真的能够知道前后左右 能够知道上下 周围能够知道这样的部分 如果不知道的时候 罗比特就会输给这个世上 现在 韩国教会的危机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某一方面 因为 非会面 成为会面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因为人们现在已经 习惯于非会面 所以很多时候 现在主日礼拜 他们都觉得 这个礼拜没有什么用 就像西伯来书当中 话一说的 后世 末世的人们 就开始已经不愿聚在一起 现在这样的事情也在发生 所以我们教会现在也在祷告 希望这样的部分 我们的remment也是 虽然很重要 但是现在三十 四十这个年龄段的人层 他们都已经在教会里面 慢慢消失了 我们教会也是 五十六十这个年龄情的人 都是非常坚固的 真的是 他们在很多的祷告背景当中 五十六十七十岁的 这个年龄层的人 他们 因为他们是祷告的背景 我们都在兴起 但是我们教会的 三十四十这个年龄段的 年龄层的人 不仅是我们教会 有这样的问题 整个韩国教会 都是在这样的问题当中 现在 就是离开教会的 这个人员数 就是全部是 三十四十这个年龄层的人 真的在重要的时刻当中 重要的应语 不去整理 所以他们会离开教会 所以我们教会也为此 在这祷告呢 怎么样去帮助他们 怎么让他们 那个教会里面成为 重要的门徒 去树立他们呢 我们真的为此 做了很多的祷告 现在韩国的教会也是 他们天天说相信相信 他们热心 公心地去相信 但是呢 虽然如此 时间 岁月流转发现 教会越来越弱小 很多教会都在关门 现在面临这样的时代 教会面临困难时代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说相信相信相信 结果不是实际的信心 要拥有实际的信心 才是他们 虚妄的信心 所以你们通过 网络就是这样 网络上面说的这些话 真的是不可理喻 说的就关于基督教的这些 完全是不可理喻的 这不是说的是别人的事情 而是全部都是在这虚妄的信心当中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相信 按照自己的水准去相信 所以信的时候 他们都是说拿自己日行去信 这是虚妄的信 所以重要的就是 能够打破这所有一切 坚固强原的 就只有基督 能够打破这一切的强原 必须要打破 能够打破的就只有基督 所以哥林多后书 十章四十到五节的话语 能够完全 击溃一切 与神要对决 高阔神的所有的一切 全部要击溃 在基督面前 能够屈服 所有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面前 服从这什么意思呢 能够破坏一切的能力 就只有基督的能力 所有高阔一切神的 这些能力 能够击溃的就只有基督 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水准 能够把它击溃的只有基督 所以我们 所有的想法应该怎么样 我们所有的想法 应该要服从于基督 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要实际性的相信 你们真的知道 基督是能够击溃一切 淫雷的名字 微信的名字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拥有新的力量 就能拥有新的生命 就会得 从上面而赐的新的恩典 这一切都是因着基督的名字 而得到新的力量 新的生命 从上而来的恩典 是通过基督而赐过来的 所以我们因着基督 把我们所有的想法 我的基准 所有希望的这些信心 都能够越过 因为人们没有办法形成 所以怎么样了第二点 因为这一部分没有办法形成 只有通过基督才能越过这个淫雷 但是没有办法 所以就只能输给三团体 就会输给三团体 这个三团体结果就是 眼睛看不见的 因着撒旦的作为 运转着属灵的世界 教会只说属肉身的部分 我们总是常常说 啊你错谁 对怎么样 全部都是说是世上的 这是肉身的 但是凶恶的撒旦 拿着属灵的这个力量 在达到属灵的背景 所以三团体拿着什么呢 富贵运动 让很多的人被迷惑 带领的这些人 各位 因为他们被撒旦充满掌控 所以会显出撒旦的能力 这些做巫术的人 因为做巫术的人 他们有这些巫术的能力 所以才显出巫术的力量 撒旦显出他强大的力量 就会显出他的能力 所以很多人 他们都不知道撒旦的能力被骗 结果怎么样呢 就是富贵运动 就是富贵运动 不仅如此 他们而且因为富贵运动 完全被鬼所复 他们就开始做创作的活动 就是电影啊 音乐啊 就做这样的创作 作品 上一周也跟大家分享过 这样的话语 就像阿凡达 现在在这个时代 发生的所有的一些部分 他们动员所有这个时代的 各样的科学技术 然后呢 做了阿凡达这个电影 然后很多人都陷入这个电影里面 他们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富贵当中 所以他们有了这样的作品 别人没有办法跟着学的 结果他们占领文化圈 然后让文化开始产业化 商业化 然后在这里面 很多的后代都被卷入进去 所以我们真的要打开眼睛 要正确地打起精神头 我们教会绝对对属灵的部分 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三团体 已经拿着属灵的力量 拿着属灵的世界 运转着整个属灵的部分 拿着属灵的这个作品 甚至于把很多的后代的卷入进来 不得不如此 现在是我们发现 世上发现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所以做什么呀 结果兴起了冥想运动 拿着冥想运动 然后完全把这些人卷入进来 实际上 兄弟的撒旦 甚至于招鬼 让很多的人在这里面 被压迫 被折磨 为了胜过这样的世界 拿着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能力 无法做到 所以我们的神 让我们通过祷告 去挑战另外的世界 再创造的世界 拿我们的力量 现在这位社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无法胜过 所以神为了赐给我们力量 另外的力量 为了赐给我们另外的世界 再参照的世界 所以让我们能够想到 这个祝福的方法就是祷告 知道这些事实 只要祷告的话 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必要害怕 所以首先 本论第一点 那么本论当中 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 在基督里面的祝福 基督愿意赐给我们什么呢 要跟大家分享 本论三个部分 基督愿赐给我们什么呢 本论第一点 各位一定要在祷告当中 想出的这个部分 就是 圣三位的神 现在看不见 也与我们同在 眼睛看得见是不可以的 眼睛看不见的 这个圣三位的神 现在与我们同在 这圣三位的神 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呢 以话语 圣子神 以救赎的作工 圣灵神 现在也以灵在作工 这是圣三位的神 现在也在作工的部分 眼睛看不见的作工 所以圣灵如此更来的应兵是什么呢 圣三位的神 以话语 救恩 灵来作工 所以发生的事情就是 天君 天使 被动人 眼睛看不见的天君 天使 十篇 一百零三篇 二十到二十二节 大卫来的这一部分 讲了重要的告白 成就主 旨意的天君 听从主声音的天君 天神的声音 成就神事的天君 做了这样的重要的告白 但这个时候发现的事情是什么呢 圣下威敌的神 因着他的作工 天君 天使被动员 完全黑暗 就被击溃 会兴起这样的作工 不断地能够享受这一部分 的祷告 因着基督 应免 会领导我们 圣三位提的神 向我们会成就 我们不断地享受这一部分 这叫祷告 所以393祷告的 第一个部分 就是圣三位提神的作工 我们为此这个祷告 圣三位提神的作工 不断地去享受 不是别的祷告 在这里面 求那个求这个 其实我们 只要在第三位提神里面 祷告的话 什么都有 神我们同在 那不就结束了吗 对吧 神与我们同在 那我的问题 就不算是问题了 因为不相信神与你同在 所以你的问题是问题 第二点 基督里面的祝福是什么呢 基督愿赐给我们 什么样的祝福呢 宝座的祝福 与圣三位提神的祝福 我们就是享受宝座的祝福 首先 我和各位的背景 我的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宝座的祝福 这是我的背景 首先我的背景就是 神的国领导 因着基督 我和各位里面 已经领导了神的国 所以 路加福音17章20节的话语说 基督不是在这里 不是在那里 而是在你里面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 神的圣灵 岂不是你们是神的地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 那么就是神的国领导了 因着宝座的祝福 我的背景就是神的国领导 宝座的祝福 我的背景不仅如此 神国的事成就 与宝座的祝福同时的时候 宝座的事情会成就 这是我的背景 在你们的脚步当中 你们所有的脚步里面 要成就神国的事 眼睛看不见的神国的事 都在成就 是什么时候呢 是常常 是无论何时 这是我的背景 这宝座的祝福 我的背景 是什么呢 是通过祷告享受 愿口能够如此 常常无论何时 这是我的背景 那么如此看来 我们不享受这一点 只要稍微享受就可以 宝座的祝福 这是我的背景的事实 第二点 那么这个看得见的 这个祝福就会将我们兴起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通过这一点 我们就会来 眼睛看得见的应运 是超越时空的做工会兴起 眼睛看得见的超越时空的做工 你们就会知道 原来这是神宝座的祝福 就会兴起超越时空的做工 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237个国家 实际上 我们就会 显明神的应运 空前 绝后的应运 眼睛看得见的背景 我们拿着这个 去享受的时候 就能看得见的 眼睛的应运 就是超越时空的做工 你们就会看到 就能看到 阿伯山这个国家 还有什么呢 神的空前 绝后的做工 你们就会看到 第三点 与宝座的祝福 在这个背景当中 享受这个应运的时候 你们就能够 享受救活三十代的应运 这是什么呢 能够救活过去 救活今天跟未来 救活我 教会与现场 会来到这样的应运 享受宝座的祝福 所以各位不要为别的去祷告 真的圣上为替神的 向我做工吧 因着圣上为替神 临到我们的宝座的祝福 实际上享受 这一事实的祷告 只要做这个祷告就行 各位只要做这个祷告就可以 真正重要的 神赐给我们 我们为了这个祷告就可以 但是你们却常常祈求别的 这个神已经赐给我们的 我们说是宝座的祝福 这是非常惊人的祝福 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拿着我们的头脑 无法理解的就是这一部分 怎么是宝座的祝福啊 神天上的这个宝座 这个祝福是要赐给我啊 我们因为没有办法相信 所以没有办法去祷告 没有办法享受啊 圣上为替的神 现在看不见了 现在与我们同在 所以分明的 圣上为替的神 因为他同在 在同在的时候 神就会赐给我们 另外的祝福 宝座的祝福 会跟随而来 第三点 与宝座的祝福 当你们去享受这个祝福 因为享受的时候 我们每年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享受宝座的祝福 所以我们就会打造高台 这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样的高台 就是自然而来会打造平台 因为宝座临到我 因为临到我的这个宝座 所以人自然而来会 汇聚到一起 汇聚在一起的 这个地方叫做平台 那么第二点 因为宝座临到我 那么我们不仅能打造平台 这样的高台 还能怎么样呢 因为光实际已经 临到我里面了 你们里面 因为基督学里面里面有光 不是没有光 是你记得基督那一瞬间 我们里面就已经有了光 宝座临要发这个光 显明这个光 这叫做守望他 就是守望者 守望他 临到我里面的光 显明出来 因为宝座的祝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成为平台 所以正应出此第三点 这个时候就会有重要的 与神能够兴起重要的属灵的沟通 能够与神 能够与神 兴起重要的 属灵的 公众 属灵的沟通 这叫做什么呢 天线 只要享受这个祷告就可以 所以我们有393的祷告 其实这个就是这样的赞美祷告 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内容 这个好像看似了什么都不是 而是现在所有发生的三团体的 冥想 鬼神 这些运动 能够打入他们 能够破坏他们 就是另外的世界 再创造的世界 各位要享受什么 怎么样享受 通过祷告去挑战 今年2022年 我们在这一年的诺目的时候 如果我们错失了这一事实 那么在这一年终结的时候 结尾的时候 我们抓住这一应许 那么2023年 难道这一个应许 实际进入享受 这个祝福的时刻当中 用主人民祝愿 跟我们享受这样实际的祝福 结论 另一方面来说 现在发生的这些冥想运动 能够超越的 就是默想运动 我和各位要进入这里面 我们的后代 也要进入默想运动里面 现在冥想运动 在全世界兴起风潮 能够胜过它的 就是默想运动 神赐给我们这样精神的 默想运动祝福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享受 所以是想拿着冥想运动 把所有的人都卷走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享受 这是错误的 但是人们却不知道 这是错误的 所以拿着这一部分 完全掌控的世界 所以我们要打造 能够胜过冥想运动的 默想运动时代 刚才跟大家也讲了 就是主日的时候 从下午两点钟到三点 能够成为有默想的 这个时刻 可以在这个里面去默想 我们在教会 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氛围 就是教会的 做医治的部门 要去整体去准备这一部分 让大家在这个时刻里面 真的能够去默想 我们在这个时代 真的如果心理想法 没有办法去整理清楚 的是活在这世上很难 不是说难 然后是在这世上 你就是呆着不动 都会被压迫的时代 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虽然这世上的人 他们说要打造内力 我们不是打造内功内力 是什么呢 是在创造的另外的世界 通过这个导告 我们要打造力量 这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默想 所以2023年 我们教会的训练 当然也要去正常进行 但是真的在主日下午的时候 教会本堂里面 听赞美 然后尽悄悄地 各位听自己的信息 能够去默想 愿意打造这种 非常安静临近的氛围 也是为了主日 能够去集中礼拜 将来我们主日礼拜 也要去变成这样的氛围 因为主日的时候 大家很忙 所以其实没有办法 集中一个小时的礼拜时间 所以要达到这样 默想运动的时间 所以各位在生活当中 稍稍的默想运动 各位稍微的 真的要去 如果能够可以去默想的话 那么不是别的 是数的行传 一章三节 四十日 这个自己各位 就是你们能够去 做一下决断 四十日能够去祷告 这是第二点 第一点 就是你们在做四十日之前 一天哪怕你们是五分钟到十分钟的程度 早上睁开眼睛 或者说在晚上入睡之前 五分钟十分钟也好 哪怕是这个时间 你们真的能够去默想的时间 独自一人的时间 五到十分钟也好 真的去试试吧 真的 各位要带着平安的心 开始你们的一天才可以 新年要带着某种确信 开启一天才可以 要不然在现场当中 你们会遇到各样的问题 就会被骗 会被压迫 在一天当中 你们带着平安力量 这样去开始 答案去开始 画去开始 画你们这一天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天哪怕是五分钟也好 十分钟也好 拥有这样默想的时间 这样能够形成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做四十日的 这样独自的集中 真的做决断 哪怕是教会的清晨祷告 去用这个时间 或者说你们入睡之前 你们的这个个人的集中时间 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去被引导 还有重要的就是 当这个状态能够形成的时候 十足行传二章一节 实际上就是 神的时间表与我完全能够一致 这就是五旬节日 五旬节这个日子 已经在我们里面了 但是某一真的是 神的时间表 跟我的时间表 完全一致的那一刻 就是五旬节到了 你们里面已经 赢到了五旬节 你们各位里面 已经有五旬节这个日子 但是神的时间表 和我的时间表完全一致的时候 这就要做说五旬节到了 当这样的时候 实际上二章十七到十八节 结果我们就能够看到未来 当这样的时候 实际上二章四十二节 你们的礼拜就会火起来 你们的礼拜就会火起来 这是在教会当中 我们能享受的部分 前面的这个部分 是你自己读自己人享受 一天五到十分钟 当这个行程的时候 然后你们就向着四十天去挑战 然后教会你们能够行程的部分 就是五旬节 跟神的时间表完全一致的时刻 就是能看到未来在这里面 我们就能够期待礼拜 礼拜就能活过来 然后这个时候 你们的产业 真的很奇怪 你们的产业 就跟话语完全能够一致 就使得寻传二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 这个时候 不信者看到你们也会明白 使得寻传二章四十六到四十七 是每天在圣殿在家里 不知不觉你们的产业 就跟你们来到一致的应允 这个时候不信者看到你们 他们也会明白 这个时候 如果你们真的有危机的时候 你们要拥有集中祷告的时间 使得寻传二章一到二十五节 神某的一方面给我们危机 是为了让我们 祝福我们 为了给我们机会 所以如果真的有危机的时候 愿大家能够去集中祷告 危机的时候 愿大家能够持定 为集中祷告的时间与机会 这个时候是处在教会 有危机的时刻 雅各被砍头 彼得也是被抓到老房当中 然后第二天 彼得也是会被 处死刑 知道这一事实的初代教会 他们在神面前恳切地祷告 神通过异常非正常的事工 去兴起了神的作为 真的在危机当中 我们去集中祷告 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生活就能够 以福所书六章十八节就能够进入随时祷告的祝福当中 以福所书六章十八节的话语说了什么呢 与神相通的天线的祷告 随时在圣灵当中去祈求 就能够享受这种随时祷告的祝福 就像我们今天读的本文内容 所以天线的全书五章十六十到十八节是自正而然能够形成的 但是我们某一方面来看的话 就是上一周也非常的话语就是 拥有福音生命的人 这是神已经赐给他们的 拥有福音和生命的这些人 他们才能够做的部分 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 会改变世界 这是改变世界的奥秘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 凡是谢恩 这是神的旨意 这是什么意思呢 常常祷告不住 常常谢恩不住祷告 凡是谢恩 这是改变世界的奥秘 我们要做话语最后的总结 我们的开始 常常是福音生命开始 我们是否如此呢 我们常常去检验 这是传道者的检验 今年我们在做这一年的总结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挑战的就是祷告的挑战 祷告是什么呢 另外的世界 再创造的世界 在这个去挑战 这是不信者绝对不能明白的本论部分 不信者他们怎么能够知道剩下为天的做工呢 不信者怎么可能知道宝座的祝福 不信者怎么可能知道高台 平台 守望塔于切线的祝福恩典呢 如果不断地去担忧忧虑会怎么样 当时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们里面就会有不得不忧虑的这样的一个体制 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脱离忧虑了 就变着这个状态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吸毒一次两次的时候 没有关系 好像不知道 但是某一天 某一瞬间 就是完全被死亡的灵所掌控 完全没有办法脱离出来 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这些祝福的奥秘 我们不断去想着 我们就会怎么样 我们里面就会有平台 守望塔 天线 就会打造这一切 就拥有这样的奥秘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胜过三团体这样的世界 冥想运动 鬼神活动的这样的时代 某的想法 我的基准 希望相信的这一切部分 我们就能够越过 所以我们不是嘴巴上说说 而是真的在这个时代 能够向着另外的世界 再创造了世界挑战的祷告 在这一年的诺目的时候 愿更为能够恢复 而且明年 真的能够正式的完全享受 这个祝福祷告的 祝福祷告的民 祝愿各位